弟兄姊妹继续我们去读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 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二十一节 《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一节 大卫的儿子阿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 大卫的儿子暗乱爱他 暗乱为他妹子他玛幽急成病 他玛幻视处女 暗乱以为难向他行事 第二十一节 大卫皇听见这事就甚发露 这个是上帝的话语 以后我们感恩有Pastor Stephen 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上帝的信息 他的题目叫做《绵亚八洗勒撻》 交给Pastor Stephen 兄姐妹、朋友、平安 不经不觉原来今天是农历新年的年初二 所以在这里向大家拜年 祝大家新年蒙恩 在主的恩典里面 不单是自己蒙福 也追求成为人家的祝福 在加拿大过农历年 好像有些回音 在加拿大过农历年 其实气氛远远不及在香港或中国那么热闹的 虽然有些家庭会制作一些贺年食品 例如做萝卜糕、芋头糕、煎堆豆沙角 不单是自己吃 也会送给其他人 去表达一些心意 和祝福别人 但是如果你不说不提的话 其实不太觉是过农历新年的 所以不知是否因为这样的原因 有些过年时的习俗 现在都很少提及很少讲的 例如我们今天的讲题 年二十八洗勒铁 不知大家家里年二十八有没有洗勒铁呢 没有的,其实大家都没有的 其实有没有人有的 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我们不太特别提年二十八洗勒铁 我想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可能 年二十八洗勒铁 这一个的习俗 好像有少少迷信的成分 年底洗勒铁 除够营生 其实好像意思是想 将去年一些不好的东西 坏东西都扫走 去迎接新一年的开始 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都不会再有这些迷信的想法 所以就不会年二十八洗勒铁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其实很现实的 一般家庭 我想都是常常清洁的 不需要等到年二十八才大数脱脱的 是吧 我认识 有弟兄姊妹 将会在三月 来温哥华做事 我跟她一直联络 她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 温哥华 大不大层的 是不是 我就觉得大层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 我觉得很大层 那些层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算屋子不开门 不是不开门 不开窗 那就是桌面 那就是桌面 那桌面 那地下的长脚线 那就是 如果你发现 又有层的时候 你不立刻开始去清洁 打掃的时候 一個星期之後就有很多層一塊塊 所以我想每個人在家裡 都經常去清潔房子 不需要等到年二十八才洗蠟燈 對於我們住的地方 甚至乎我們自己個人 我們都時時去保持乾淨 好像有三個星期前 當下大雪的時候 我一早起床產完雪 大汗搭小汗的時候 都趕快回家就換衣服、洗澡 然後才回教會 又或者我們在街上看到一些 骯髒骯髒的東西 例如垃圾 或者是狗糊糊 我們不會故意走過去搞一下它 甚至乎可能離遠見到的話 我們都會走開的 因為一般人都不喜歡骯髒骯髒 和不喜歡骯髒骯髒的東西 由薩摩爾記下十一章開始 我們就看到大衛犯罪 它所做的事是很骯髒骯髒的 雖然聖經沒有直接用 污衛這個字去形容罪 但是罪所衍生出來的行為 是醜陋和污衛的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的原因 因為罪是污衛 人有意無意之間 不是很想提 不是很想說的 因為人不喜歡說罪 可能因為人不喜歡被人說 人不喜歡被人指出 究竟有什麼做錯的地方 也同時 聽起來 好像犯了什麼法很嚴重 我頂多便 打車超速 或者是拍車 那種沒有入錢被人抄牌 Jaywalk 這些都不是什麼大罪 不是什麼大件事 所以不太清楚 又或者可能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一個沒有絕對真理 一個反對任何權威 只是著重個人的經歷 和感受這個社會裡面 人很容易有兩個情況出現 要不就是 如果要指出一些不對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怕被邊緣化 被妖魔化 所以不會說 二來 可能人會慢慢被這些社會的文化去認同 去侵蝕 去除波逐流 一些以往 社會價值觀認為 不對的東西 但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就覺得正常了 例如可能 毒品合法法 又或者 接下來又說 會建一些 一些合法的 毒品注射站 安樂死 性別認同這些議題 在現在的社會的文化和輿論 都會肯定他們的做法 就算有不同意見的話 都不會說 因為這些是政治不正確 一說的話 就可能會被現在的社會文化標籤為 冒犯 或者是仇恨言語 而基督徒又會不會被這些社會文化 影響了對罪的看法呢 覺得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甚至乎可能會用其他的形容詞去代替罪 例如可能人的短處 人的缺點 今天我們再來看大衛家的發展 是另一段的暗淡歷史 暗淡歷史是可以給我們提醒 以及給我們鼓勵 當我們看到大衛兩個兒子 暗亂和厄沙龍分別犯了奸任和謀殺罪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就會想起 和大衛所犯的奸任和謀殺罪一樣 不過有時候我們看大衛或暗亂厄沙龍 他們所犯的罪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覺得 和我們距離很遠 覺得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大部分人不會犯奸任和謀殺 其實聖經描述大衛好 或者他們兩個兒子 他們所犯的行為是奸任和謀殺 但其實他們最根本的罪 是犯了什麼罪呢 而他們所犯的罪 可能今天你和我也有這樣做 請你原諒我今天大年初二 好像塞來吃死貓一樣 我們嘗試聽一下 看看究竟是否跟我們有關係 我今天會只是說大衛的長子暗亂 他做了什麼 我會用兩點和大家分享 第一是罪的真面目 第二是阻止罪的蔓延 第一點是罪的真面目 在第一第二節 《撒母義記》第十三章 其實是記載大衛兩個兒子所犯的罪 先是長子暗亂侵犯了同父義母的妹妹他媽 然後三太子阿沙龍就為親妹妹去報仇 將暗亂殺死 而兩件事中間的一節 就是記載了大衛知道這件事之後 他的反應 大衛王聽見這事 就甚發露 當看完這一節的聖經之後 可能讀者都會想 然後大衛會做什麼呢 但是經文就停在這裏 句號 大衛是他們的父親 也是以色列軍王 但是大衛既沒有懲罰暗亂 也沒有安慰他媽 大衛什麼都沒有做 造成了阿沙龍在兩年後去謀殺暗亂的主恩 而當阿沙龍謀殺了暗亂之後 大衛同樣什麼都沒有做 以至後來阿沙龍策劃這個政變 上演一套謀朝篡位的宮廷片 而這一連串的悲劇發生 大衛絕對是雜無旁貸 因為他沒有阻止罪的蔓延 按照常理 所以當我們看完第十三章 一節到二十一節 都知道暗亂犯了什麼罪 就是奸淫 即使在今天的社會裡 這個都是很嚴重的罪行 因為他的奸淫 並不是單單是婚內情 或者是婚前性行為 他是強奸 當聖經講到奸淫的時候 可能我們大部份人都不其然會想起 就是十屆裡面的第七屆 不可奸淫 第十屆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 瀑皮牛奴 並他妻所有的 第十條的戒命其實很重要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看第十條的戒命 總是會覺得 第十條的戒命 好像有一點重複 之前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條的戒命 而且 第十條的戒命說 貪戀 和其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條的戒命 是很不同的 貪戀 只會穿新年衣服 很漂亮 很貪心 但你不可以說貪心 就是在法庭被定罪 除非你趁他不小心地拿去 但那些就是順手牽扬 是偷東西 偷東西就是犯法 幾年前我去一間教會聽講座 那晚是下雨 所以要擔傘 入到教會就放傘在傘桶上 完了講座之後 我找不到傘 我嘗試去說服自己 可能有人拿錯傘 但是想想想 又不會 我傘的顏色是紫色的 那時候的圖案 跟其他傘很不同 被人拿錯的機會 應該很低的 沒理由自己傘 怎樣都不知道 所以拿錯了人的傘 我又跟自己說 可能是江湖救急 下雨 那個人又沒有傘 他又很需要傘 所以借著傘 遲些還回 我又想 會不會我們在學習 新約 教會的時代 凡物公用 你的就是我的 沒有所謂 如果不然 我也想不到其他原因 為何我的傘不見了 但無論怎樣都好 不問自取 這都是偷東西 偷竊 被人捉到 是會定罪 但是 貪心 不能被法律定罪 為何一條 不能被法律入罪的罪 會放在十屆裡面 因為第十條的戒命 貪戀 其實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條戒命 那個主因 或者是根源 犯奸淫 那個根源 是貪戀別人的妻子 或者是貪戀別人的丈夫 造假見證 偷人物 甚至殺人 因為是貪戀別人的房屋 財產 或者其他一切的東西 原來 犯奸淫 不僅是犯奸淫罪 她的根源 是貪婪 大衛的兒子 沙龍有個美貌的妹子 名叫他馬 大衛的兒子 暗戀愛他 暗戀為他妹子 他馬休急成病 他馬還是處女 暗戀以為難向他行事 暗戀是貪戀他馬的美貌 和貪戀和他發生關係 暗戀口中所說的愛 不是真的愛他 因為愛 是要保護對方 守護對方 為對方付出 甚至為對方犧牲 愛 是為了對方的好處著想 而不是只想自己 和滿足自己 而傷害對方 愛 甚至乎是知道 對方 了解對方 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仍然去愛他 去接納他 去尊重他 主耶穌就是這樣 愛我們每一個人 他明知 我們每個人 自己 都是三次教會 自我 自私 和自大 但是主耶穌仍然愛我們 為我們犧牲 當暗戀 為何說他不是真的愛他馬呢 因為當他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按當時的文化 他馬是一個處女 亦是一個谷公主 當時是不可以單獨和異性在一起的 所以經文就說暗戀 以為難以向他行事 當暗戀 他不能夠滿足到他的慾望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 叫約拿達 是大衛長兄 士米亞的兒子 其實就是說他們兩個是堂兄弟的關係 那約拿達呢 是一個世界兒子 大家知道什麼叫世界兒子的意思嗎 就是奉承人家 討人家 面面俱原 不會得罪任何一方 那 他知道暗戀想怎樣 於是就獻祭去討好對方 其實我們也看到當阿沙龍殺了暗戀之後 其實當時的消息就誤傳到皇宮 說所有皇子都死了 那約拿達呢 當然了 就是誤傳殺所有皇子死了之後 大衛當然很傷心 那約拿達就走出來 就跟大衛說 就說 不是 只是死了暗戀一個 其他人沒事 大衛你不要那麼傷心 然後當所有皇子真的回到皇宮的時候 約拿達又走出來跟大衛說 是不是 我都說 只是死一個 所有的事情發生 都像我這樣說 就是向大衛去邀功 所以 為何約拿達是一個世界兒子 就是這樣 暗戀呢 接受了約拿達的提議 就徹個局 裝病 裝病 然後請求父親大衛 准許他媽去他家 為他煮飯 然後當他媽預備完食物之後 暗戀就洗了其他人 就叫他媽進去睡房裡 然後再強迫和他發生關係 當他媽反抗和暗戀說道理的時候 說暗戀這樣做 其實是在以色列不容許的事情發生 你都這樣做的話 是會令到他受羞辱 重要的是 另外就是 當暗戀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他在以色列人面前 是會沒有面子的會 但是他媽還這樣說 他說如果暗戀 你向父親求的話 父親大衛是會給他們兩個結婚的 當然他媽這樣說 其實是爭取時間去脫險 因為在利未記二十章十七節 人若娶她的姊妹 無論是義母同父的 是義父同母的 彼此見了下體 這是可恥的事 他們必在本文的眼前被剪除 他露了姊妹的下體 必擔當自己的罪 律法講得很清楚 兄妹間的性關係和婚姻 是神所禁止的 可惜暗戀不聽 就用武力去污辱了她媽 當暗戀的情慾得到滿足之後 她的情感就馬上由愛轉為恨 然後就叫人將他媽趕走 就算他媽跟她說 將我趕走 其實所犯的罪 比之前所犯的罪更加嚴重 但是暗戀一於不理 仍然將他媽趕走 從暗戀設計去佔有他媽 還用武力去污辱他媽之後 去討厭他媽要將他趕走 完全是傷害他媽的新心靈 他只是要滿足自己的私慾 所以暗戀不是愛他媽 他只是貪戀他媽的美貌 和貪戀要跟他發生關係 原來犯奸淫不單止是犯奸淫罪 歸根究底是犯貪心罪 如果是犯貪心的話 今天你和我就很有關係 人可以說奸淫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絕對不會強姦異性 婚愛情或婚前成為都不會 甚至乎 連主耶穌在新約進一步解釋 如果看到異性洞淫罪 就等於犯奸淫 我這個想法也沒有 所以聖經說犯奸淫的時候 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但原來犯奸淫 只是犯貪心的外顯行為 雖然沒有奸淫 但是貪心呢? 有人可能會說 我很滿足現在的生活 什麼都有 有也好,沒有也好 我感謝主,感謝神 為我安排一切 我都很感謝主 所以我沒有什麼貪心 不會貪別人的事 所以說貪心的時候 好像不太適用於在我身上 我們看看使徒保羅 他在提摩泰後書四章十字怎麼說 他說因為抵馬貪愛現今的世界 就離棄了我往貼薩羅尼加去了 抵馬原本是年輕有為 他在使徒保羅傳到初期的時候 保羅是簡宣了他 和他一起去貼薩羅尼加宣教 貼薩羅尼加是馬其頓省 一個最大的城市 在一個港口 也是一個金融中心 但當保羅在最後坐牢 將會面對死亡的時候 抵馬就因為貪愛現今的世界 就離棄了保羅 去貼薩羅尼加 我們再看《約翰一書》二章十五節 《約翰一書》二章十五節 《約翰一書》二章十五節 我們發覺做過很大的報告 要出產遣 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运动 但如果要运动的缘故,而星期日主日不可以去敬拜神 运动就成为人的世界 当然如果今天,星期日不能回教会 我们做星期六崇拜 但有些人可能因为工作缘故 可能星期六、星期日都不能回教会 但是如果不是这些特别的原因 星期六、星期日都不能回教会敬拜的时候 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 人工作赚钱,都是想休息去享受 有时间就可以四围去旅游 去看看不同地方的风光明星 但是如果旅游是优先去侍奉神的话 旅游就可能成为人的世界 读书求知识也是好的 但如果因为读书的缘故 而没了时间 读经灵修去聚会的时间 读书就会成为人的世界 爱天父和爱世界的心 是会同时的出现 但两者是不可能 不可以一起的 人要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很多基督徒都想既爱天父 又爱世界 两者兼得 我们都不要那么谦卑地说我们自己不爱世界 每个人我想某个程度 或多或少 有时都会贪爱这个世界 多过爱天父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很怀疑人生 这么辛苦过来加拿大 这么辛苦做什么 我现在在教会的工作 比我以前的香港的工作辛苦很多 在Facebook看到一些特教同事 有些去英国玩 有些去美国玩 有些去完南非回香港 那头又去了台湾 回香港不久 接着去了北非 在北非回来香港不久 接着看到他在英国的伦敦 那个聖Pankris火车站前面的钢琴打卡 大家知不知那个伦敦火车站发生什么事 知了 我又见到一些旧同事 常常铺上 铺上的照片 在上网上 说怎样北上深圳消费 炭烧日式烧肉 是用炭脑的烧肉 炭脑烧不是用电脑烧 100元港币都不用 就吃到 中送雪糕 服务态度也好 在温哥华茶几式的早餐都要16-17元 成百元港币 人生不是像他们那样 休灾游灾 享受世界 享受生活吗 不过当我 再想起神的照明 神的呼召 不只是在圣工 在侍奉 在职业上 也包括整个人的生命 神呼召是没有退休的 人的一生是要活出 神要我怎样过的人生 而不是我想 希望我自己喜欢 想怎样过的人生 在侍奉里面 当我看到弟兄姊妹一同同工 一同参与 一同成长 看到弟兄姊妹忠心侍奉 爱神爱人的时候 就成为我的鼓励和喜乐 和那些的快乐 是淺度的快乐 和弟兄姊妹在主里面 那些是深度的快乐 我相信神是藉着 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成长 亲近神 彼此服侍 彼此祝福 有人可能会问 其实贪心有什么不妥 贪心只要没有行动 我便不会伤害到别人 那贪心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再看保罗 在以佛所书五章五节中说 有贪心的 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第十条的界命 不单是解释了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条的界命 其实第十条的界命 亦都将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条的界命 由道德伦的问题 提升为一个敬拜神的问题 贪是代表爱那样东西多于爱上帝 暗乱犯奸淫罪 因为他贪恋他妈的美貌 和贪恋和他发生关系 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心里面是没有上帝 定拜偶像的意思 就是心里面没有神 所以当贪恋反抗的时候 和暗乱说 以色列中间都不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甚至提出兄妹结婚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建议的时候 其实贪恋想提醒暗乱 神的律法 禁止这些事情发生 律法就是表示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神的权兵 也代表神 暗乱应该由小到大 都是熟读神的律法 但当暗乱 贪恋 犯罪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是没有上帝 人要爱世间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基督徒就在这些挣扎的里面 我们的事事都可能会贪爱自己 信仰是以至我为中心 选择教会的时候 去看教会的设备 的设备 好不好 多不多 牧师说到能不能 甚至追求圣洁 是因为想避免自己内心被控诉 求神同在 其实是很想自己得到安慰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不会是想得到这些 自我中心的属灵利益呢 这些就是贪爱自己 求神帮助我们去清楚知道自己 究竟在生命里面 究竟我有些什么地方 是有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及早的去清洁 去打数 不要等到年28才洗腊砸 尽快阻止这些罪的蔓延 所以接着我所说的第二点 就是要阻止罪的蔓延 如果我们看《撒母义记》第十三章 暗乱和厄沙龙所犯的罪 无疑是跟上帝审判大卫家有关的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在《撒母义记》第十二章十节 上星期提到 你既藐视我 取了客人乌尼亚的妻为妻 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暗乱污辱了同母义父的妹妹他马后 引发了厄沙龙为妹妹报仇 从此刀剑没有离开过大卫家 虽然如此 我们也不能说 暗乱和厄沙龙犯罪 是因为神的审判 他们只是照着剧本去做 而他们不需要 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因为圣经用了很多笔物 去形容他们犯罪时的心态 和事件的前因后果 其实正正就是要指出 他们的犯罪是因为他们的私欲 和他们的选择 同时间也指出 罪是具有的蔓延性 和趋向的严重性 如果我们比较大卫所犯的奸淫 和暗乱所犯的奸淫罪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罪如何在大卫家里面蔓延出去 而且越来越严重 第一 大卫贪恋拔士巴的美貌 同样暗乱都是贪恋拔士巴的美貌 不是贪恋他马的美貌 大卫初时不知道那个妇人是谁 打听之下才知道 原来是乌里亚的妻子 拔士巴 和一个已婚的妇人奸淫 这个已经是不对的了 但是暗乱明知道他马 是她和父母的妹妹 仍然要和她发生关系 这个是戀伦 更加大错特错 第三 当大卫叫人去拔士巴接禮的时候 中间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 应该说大卫不是用什么鬼诈 或者用武力夹拔士巴去皇宫 但是暗乱是用诡计 甚至乎当他马不同意的时候 他用武力将他污辱 最后奸淫发生了之后 大卫将华人的拔士巴接到宫中 做他的妻子 还称为负责任 虽然这也是不对的 但还称为负责任 但暗乱 当他的私欲满足之后 他将他马赶出去 从此他马孤孤单单地住在阿沙龙的家 他的一生就被暗乱摧毁了 从大卫犯奸淫到暗乱犯奸淫 可以看到罪的蔓延和罪是越来越严重 大卫为了要掩饰和拔士巴的奸情 就借刀杀人 而阿沙龙替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 他不是借刀杀人 他是直接叫那个仆人将暗乱杀死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一个罪的缘故 会蔓延开去 引发其他罪 而引发其他罪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保罗也会说在《哥林多前书》 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会发起来 只要有一些贪 好像大卫和暗乱一样贪恋 如果没有及时阻止的话 就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罪 也好像大卫一样 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 大卫没有出手去惩罚阿沙龙 暗乱以至引致阿沙龙之后的谋杀 那怎样才可以阻止罪的蔓延 或者阻止罪的发生呢 那walk dog的时候 在街上看到这个牌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牌是什么 如果你住在附近 看到这个牌 Block watch 很多区都会有 Block watch的目的 就是减少和预防 你住在附近有什么犯罪 或者有什么可疑活动发生 我以前住在温哥华南的时候 温哥华南的时候 很好的 我walk dog的时候 认识到一个鄰居 他告诉我 他曾经见过一个人在街上出现 他觉得可以 所以 于是就打电话 告诉警察 警察不用五分钟 就到达现场 去做调查 所以Block watch 成功 当然结果是怎样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问他 他也没有说 总之保警就算了 Block watch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是watch 你看着你的鄰居 你的鄰居又看着你 大家互看 那就可以减少和预防罪恶的发生 watch 也有警戒 警惕的意思 要防止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蔓延 我们就要好警惕自己 看着自己 耶稣在马拉夫音第十四章三十八节 《勉毅门徒》说 总要警醒 免得入你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欲体却愿弱了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情况 我们心灵 我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但当我们想做的时候 我们又做不到 这个是一个普遍印象 所以就是要警醒 警醒 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在哪方面是有贪 会不会是贪爱世界 会不会是贪爱生活 会不会是贪爱自己 贪玩 贪吃 贪舒服 贪很多东西 很可能我们自己在做的事已经集于为常 我们未必觉得有什么不妥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安静 反思自己的属灵状况 反省我们和神的关系 究竟我是不是爱神 在现在忙碌的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需要给自己空间 我们才可以看到自己的状况 如果一发现有贪这些的私欲 其实就要立刻开始去处理 因为那些贪的私欲 其实是会捉住我们去犯罪 很多时候 就好像很多时候人吵架一样 初初的时候 可能是为了一些 芝麻绿豆很小的事 但是越吵就越激烈 但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方他愿意停止 刺情就不会恶化下去 第二件事 我们怎么可以去警醒呢 就是祈祷读经 同神亲近 当然这是老生常谈 但是祖告并不是一些 借饭式的祖告 又或者是一些祈求式的祖告 借饭式的祈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可能吃吃吃饭 一想一下 我祈祖了没有 很容易就会流入 这些公式化的祖告 借饭式祈祷 而祈求式的祈祷本身是好的 我们为自己、为弟兄姊妹祈求 但是我们会不会像一个清单列出来 给神,阿神麻烦你满足我这些祈求呢 就很容易会变成一个以自我中心的祷告 而我们是需要的是什么的祷告呢 是学习和神对话的祷告 但和神对话的祷告并不是很高深、很特别 要学习什么的祷告 其实和神对话的祷告就好像和人聊天一样 只不过我们尝尝和神聊天而已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尝尝和他聊天 当我们在祷告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圣灵就会提醒我们 究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究竟是帮我们去亲近神 还是会将我们带来远离神呢 和神对话的祷告我们要操练 虽然可能我们不太喜欢讲话 但我们也要操练和神对话 才可以慢慢很敏锐地知道 神想我们提醒我们的什么 年28年洗腊撻是需要的 不过如果等到年28年才洗腊撻的时候 可能会真的很骯髒 你要清洁的功夫更加辛苦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去警惕自己 究竟我有没有贪爱世界 贪爱生活 贪爱自己 如果有一些贪爱的话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立刻去悔改 心意更新 让神帮助我们 去更爱天父 而小爱世界 我们一起祈祷 七日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差遣 你自己的独生子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虽然你知道我们是一个 但你都愿意去爱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的状况是怎样 以至我们不要责以为常 以为做的那些事 是远离你的事 但我们就觉得 是无所谓 帮助提醒我们 究竟我们所做的事 是贪爱自己 还是我们去爱天父 求圣灵带领帮助我们 多谢主 我们今天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灵志 阿们 多谢主 感谢观看